我们现在正在一辆空无一人的小巴上等着司机发车 去一个村子里 今天我们又要去一个非常有趣的传统村落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 Ruyn上辈子到底是一个打字机 还是一个农民 还是一个土豆 到每个地方都要找出我有什么样没人去过的村子 是这样的 我容我解释一句 就是因为秘鲁就是一个以传统文化知名的一个国家 那来到这里如果想要看到他们最原汁原味的那种 就是传统生活 当然要去到比较乡村的 比较偏僻的地方才能够找得到 有这么一个叫做Willock的小村子 就藏在库斯科附近的安地斯群山之中 据说那个村子里面从老人到小孩 全都过着跟500年前印加帝国时期一样的生活 就是他们的日常就会穿着五颜六色的传统服装 小朋友上学都是穿着他们的传统的那种编织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地方 我们今天就是要去穿越一下时空 回到那个西班牙殖民时代以前的印加帝国 所以说今天我们要坐三个小时左右的车 然后才能到那个村子 而且今天还会住在村子里 好期待哦 这个山谷里的小村子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现在我们一行人有我 苏 我们的翻译 我们的司机 然后面前的这个 看起来非常农村的农村 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地方 一个叫做Willock的传统印加村庄 这个跟我想象中 说实在的也有一点出入 但是我觉得我们先不要急着下结论 我们再往里走一走感受一下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海拔是3800多米 至少空气很不错 至少空气很不错 空气很稀 我的天了 路 这一定只是村口 越往里走一定情况会越好 我们今天出的地方 看起来好像还可以吗 看起来好像还可以吗 有条件很好的住宿 不是你还没看到房间呢 你还没看到房间 那我就坐到杨身上了 走吧 那是我们的厨房吧 对面 我感觉好像来到了变形期 真的是非常非常传统的 碰饪方式了 这甚至不能说是一个土造 这只能说是一堆石头堆 生了一堆火 是不是像我在片子一开始所说的 今天我们是穿越时空 我把丽娜 你好 在文化中文化 怎么说是说你好 我的名字叫Kashanki 这是这是你好 阿里连举Kashanki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再来 阿里连举Kasha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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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很开心我们来 所以现在要送我们一点礼物 欢迎我们 谢谢 哇哦 哇 那是好 给你穿衣服了 这是他们的印加工 让你加入这个家庭 恭喜你 就永远留在这吧 哇 穿完了 男生的衣服已经穿完了 就这样了 哎呀哎呀挺好你想要的那种 男生还有一顶帽子 好好好看一下男生的装扮 挺好的 我就这样顶着就可以了 好了 我的腰包 有一点内衣 他们是有一件就是外衣 但你这件相当于是外套 哦 哦 这就是他们克丘亚族的传统的帽子 你的你的头对于他们来说太大了 最后全套的装扮完成后 就是一个克丘亚族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动 被牢牢的固定住了 好像打了那个封袋一样 哦 然后他们现在要给我们展示他们的编织 我感觉他们是要现场把那个织布机组装起来 对对对 是是是在地上钉了一根大钉子 就可以在任意一个土地开始织 然后这个织布机就做好了 做好了 我觉得就做好了 你就是说抽就好了 你就是说抽就好了 我看前面是抽抽 抽抽 你确定这四个男人吗 这是给爸爸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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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给你 好运了 带上 给我带 好笑 然后他给我拆线了 啊 他是得 现场给你改 现场给我改 你看 不过他真在帽子上还挺酷的 他就直接看到没 这就是一个仿制 这个扇子的价人 系到脖子上 对 挺好看的 那个素质挺好看的 对对对对 哎呀算拿到后面 在前面挺好看 挺合适的 哎呀挺合适的你别说 合适好看 特别像一只鹦鹉 好的 现在他们要给我们展示 他们是怎么纺织出这些布的 哇 很好玩嘛 这个真的是很原始的纺织机了 我觉得 是 就是两根木头四个铁 感觉他们要这样扔好久 才能扔出那个宽度来 他们就是这样的嘛 先把那个树条纹的都给扔出来 然后横着一条一条纹上变花 啊 两个男主人兄弟俩要就奏乐 然后他们的这个儿子女儿是要负责跳舞 跳舞 对对对 儿子有点不情愿的样子 就是那种被有客人来了被家长叫出来表演节目的那种 是 那边已经在跳了 开始的很突然 儿子跳的好像是小鸡舞 哇 女儿后面的缩子好漂亮 小朋友就是跳的可爱就行 是 小男孩确实挺可爱的 小男孩有着被绑架了的感觉 好漂亮 好漂亮 演出结束了 儿子女儿只是没有感情的表演机器 儿子立刻就跑了回去 女儿长得超美的 好这里顺便穿插一个小的介绍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千里条条来到这里 其实当年就四五百年前 虽然西班牙人把印加帝国给灭亡了 但是他们的这个文化 他们的语言 他们的传统 并没有完全消失掉 那这个村子就是一个 几百年来很好的保留了他们 克丘亚族的传统文化 包括这些手工编织 包括他们自己只讲自己的克丘亚族的语言 所以说我觉得来到这里是一个 可以 相比于库斯科那种已经融合了的大城市 更好的看到 原汁原味的秘鲁的传统文化的地方 OK 现在在准备我们的晚饭 这个名字是Pachamanga Pachamanga 这个晚饭叫 这跟我们在巴布亚的时候一样 就是用石头去烤那个石烤土豆 然后把他们的这种香草放上去 然后再用石头把它全都焖起来 不盖上 刚刚其实它一直在用火 在这烧了两个小时 这个石头 就是要把石头烧到足够热 最上面放了个菠萝 虽然有点保温呢 很难想象这一堆垃圾下面是我们的晚饭 天哪 放铝片 太像工地了 这里是一个硬核的晚餐 上土了 埋起来了 这就是浇花鸡啊 这里面现在是我们的晚饭 在那个秘鲁吃的大餐 吃土 是羊还是人 来了一只羊 来了一只小羊羔 他是 香味出来了 把豆角都放在另外一个盆子 你闻到吗 闻到了 豆已经熟了 好大块哦 他们的肉 天啊 哇 这里还有土豆 他们的那个秘鲁土豆 长得跟姜一样 一个豆角 一个烤地瓜 一个羊肉 一个鸡肉 一个玉米 一个花菜 那边还有一个土豆 烤香蕉 胡萝卜 胡萝卜 九个菜 九个菜 来 今天晚上的餐桌 全部都是大自然的有机食品 谢谢 谢谢 好吃 是 大地的味道 地里长得在地里煮 好吃 吃饭 我们吃饭了 好开动 谢谢 早安 你从现在的被窝好热 好舒服 我们现在要开始第二天的乡村生活 打扮的美美的 看一看今天在山谷里面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看 村子里所有的小朋友都跟我们穿的一样 你看 他们都要上学了 但我还是挺美的吧 很美 你的美无庸置疑 无庸置疑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穿上民族服装的 但是我觉得你穿很多民族服装很好看 小女生果然比较害羞 我们现在抵达了一片可以看见整个山谷的地方 今天第一件事情要在这里看他们的传统的农耕工作 这个高原登山 对我们是一种充分的锻炼 哇 在这里开墾呢 哇 这片地好小啊 是啊 大家要爬很高 只能找到这样一块平地 好不容易啊 这就是 太难了 住在山里跟住在肥沃的平原的区别 这边这一群当地人在这高山上耕作 然后旁边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象 太酷了 哇 我相信国内可能在云贵啊什么的这种高原上 也是需要像这样去开墾 类似的 嗯 好明年我们就去看看国内的千百种生活 哎呀突然有一种预告的感觉 工完了地 我们现在在前往学校的路上去看一看 当地的小朋友们 中间有一个老师在打鼓 嗯 然后女生们在那边就是在练习跳舞 好像是哦 旁边有一些特别小的孩子就在那坐着玩 对不对 你看小男孩过去打那个小女孩 是 这些感觉就特别小感觉是一年级什么的 一年级过幼儿园 对 你看这两个小女生 手拉手这两个左边 戴那个帽子 挺可爱的 戴那个帽子 哎出去了 怎么偷铁碗出去了 没办法盖子 嘿嘿嘿 现在就是他们这种可能是没上学的 就是在旁边跟着随便玩 然后中间那些比较大一点的 就在排练一种舞蹈应该是 有一个站位 对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中学部 来看一看大一点的漂亮女孩子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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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现在穿着一样的衣服 你随时可以加入他们 哈哈哈哈 女生就是排成两列在旁边在这扭 对 对 好 我们现在回到了那个房东的家里 等会吃完午饭就要准备回城了 从昨天早上出发到现在度过了一天半的时间 来到了这个算是秘鲁最有代表性的传统的村庄之一 或者可以说是农村 然后看了看他们的日常生活 非常传统社会的男庚女支的日子 就是大家真的在白天就是男庚 然后女的就在家织布 虽然说确实我得承认村子有一点破 长得不太美 条件比想象中的要破败一点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那个生活的那个核心的那些东西 都还是在的 我觉得还是看到了我想要去感受到的那种 那种那种很很淳朴的秘鲁乡村生活的 好 你满意就好 你没有什么 你这两天有没有什么最满意的点就是 最满意的点就是我很美 你的微笑就是我的满意 说真的 啊 就真的 说真的就是这样吗 嗯 我们是Roy和苏 一对边旅行边唱歌 边拍视频 边讲故事的神雕俠律 关注我们 一起拥抱世界上的千百种生活吧 听说他们的厨房里藏着一些小惊喜 我们进他们厨房里看一看 秘鲁最有名的美食豚鼠 他们家还有养了四只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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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看一看 接着吃 接着喂 看一看 吃 看一看 看一看 踩 看一看